這邊的話,當然喔,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 我這邊是有用錄製聚集,因為之前有請同學用錄製的就是 把它一步一步錄下來 但後來發現錄下來的程式 其實非常攏長 第一步把郵標 先切到那個查詢名單 點過去 你會發現他一樣會出現那個 哪一個工作表 的名稱 點Slater就是切過去那個動作 OK 然後在郵標點到哪裡 然後再輸入公式 然後向下填滿等等 反正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全部串在一起 但是你會發現 第一個,你會發現程式比較多啦 第二個的話 執行效率好像比較不好 因為他是切來切去 所以變成說 這個畫面會一直在閃動 哇,好像整個亂掉了 所以呢,我是建議啊 你乾脆就直接跳過錄製聚集 直接來撰寫程式就好了 那撰寫的部分的話,基本上可以分成兩段 一段是 動態的把那個conif的公式 丟到 這個 B欄裡面 那第二個的話呢,再利用篩選 再把結果 摳過去就好了 那其實你會發現,如果用VBA寫的話 篩選 其實呢 只有一行程式 OK,特別注意喔,VBA裡面 一行程式就搞定 那第二個的話,如果你要把那個 篩選到的結果 複製到 指定的範圍之內也是一行程式就好了 所以喔,常常就有同學會問說,老師我要怎麼樣把那個某個範圍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其實答案就在這裡 非常簡單 一行程式就搞定 那其實很多 書裡面也沒講到 書裡面可能寫的都好複雜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啦 只是最重要是你要 用對程式放對地方 其實就可以達到 很巧妙的結果 所以剛剛寫的東西喔,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真的就只有 一個回圈 加兩行程式 就OK了 清除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寫成用那個 Range A1 到那個A的可能最下面一列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寫法,用Colns也可以啦 Colns A指的是 A欄的意思 如果要把整個A欄清掉的話 這個選取的話 那就是Colns A 那如果你要把它整個清掉的話 那就是點Clear Contents 有沒有,剛剛不是有那個Range 一樣的道理啦 OK 那我是覺得這邊好像用Colns A比較簡單 甚至應該等於空的應該也可以啦 我是沒試過這樣的寫法 等於空的,說不定也可以耶 我來試一下 這樣 這個是查過來 也可以耶 所以你會發現喔,有些東西 其實基本上是相通的 而且喔,其實很多程式喔 其實寫法很多啦 不是說只有一種寫法 所以以後我跟各位講喔,你看到 網路上Google的,或者書上的,或者別人寫的喔 跟我寫的不一樣啊 你千萬不要覺得很奇怪 也不是說 誰對誰錯的問題 而是每一個人對於城市的理解喔 不太一樣 那自然寫出來的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慢慢要 最好是能夠抓到 一個要領 就是說 你要 寫出你自己最習慣的寫法 那個就是最好的寫法 因為每個人邏輯不一樣喔 所以你可能 如果以後 當然 我是建議長遠去布線吧 因為看起來 就是 利用程式解決問題的這個方向喔 應該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以這種長遠法 看起來喔 像現在教育部喔 也是一樣 主推就是把城市 設計喔 融入教學 這個部分也是變成趨勢喔 因為像我上禮拜才跑一趟那個 南部啊 有一所 外語大學 他就希望我分享 我的城市設計的教學經驗 OK喔 後來我發現喔 本來其實我準備了蠻多的 後來我發現 對象都是老師 後來我發現好像老師對這方面喔 好像 了解並不多 好像我後來 突然發現我給的好像太多了 他們有點招架不住的感覺 OK喔 所以其實 看起來方向是對啦 是說怎麼樣喔 可以把這些融入到你的工作 融入到你的教學 或融入到其他的 這個面向裡面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 那只是說因為城市的選項態選擇的太多了 只是說我的想法是 應該要選一個 最 比較好使用 而且淺顯易懂 而且又真的可以 拓手可得的 你不要說呢 找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OK啦 我目前看到 其實Excel的最大好處是說 基本上每一台電腦都有裝這個東西啦 那也就是說你只要要寫VBA應該也是最容易取得的 OK 然後呢他的執行效率穩定性還有通用性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倒不如你花一點力氣 應該是 應該是投資報酬率應該是 相對的比較高的啦 OK 那當然不是說你 就叫你不要去學別的啦 其實你也可以多方去比較 你就會知道 喔原來 真的是 哇實在太簡單了 OK 那比如說以這個 按這個問題來看 那你也可以用其他語言寫 你可以用Python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問題喔 你用Python解決這個問題 那不得了了 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還不見得可以解決得了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用篩選 所以剛剛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查出來 所以呢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查出來 那這邊的話 我們程式第一個 我們就寫一個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清楚我就不刪除了 就是從這個來看 那分兩階段來看 第一個的話就是 我要把那個公式 丟到這邊來 那所以我們前面講過嘛 我們可以把 4i 等於 第幾列 第2列 到最下面一列 到 1000 1000吧 我們剛好 我記得好像1000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好 那這個範圍我就先把它抓出來了 我先把這個篩選先取消一下 資料裡面的篩選 Ctrl向下 應該是1000吧 到這邊 好 那我需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需要把 這個公式 丟到這邊來 OK所以呢 我就什麼 才記得吧 Sales 瓜胡的哪一列 第1列 豆點 哪一籃呢 的 B籃 有沒有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公式 那我先雙銀號兩個 公式的話就是 拿這個來call過來 把這個複製一下 取消 切過來 把它貼上 貼上之前先確定裡面有沒有雙銀號 沒有 就不用取代 其實黑名單的好處 有沒有 定義名稱的好處 剛剛講過 就是 很多時候程式不用改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名稱不會有雙銀號 第二個的話也不用加錢的符號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只是說列號 OK A2嘛 那2一樣嘛 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把AND怎麼樣 把它斷開 這樣就改完了 這個改法跟前面都一樣 所以其實 用那個輸出公式這一招還蠻好用的 那所以如果你現在輸出的話 應該它就會 我把這個先 Ctrl Shiver向下 Delete掉 那這樣的輸出應該沒問題 有了 可是問題喔 我們將來這個按鈕 它會是放在這裡 所以呢 這個會有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跨 工作表 有沒有 也就是你按下 假設你現在按下它喔 它會在哪邊執行 在這邊執行 那這邊沒有啊 這邊沒有A嘛 沒有那個有沒有 所以出錯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喔 如果我今天呢 我在這邊執行 那我要跨這個工作表 我就在 Range前面 就範圍前面跟他講說 我的工作表 不是在我現在這個喔 如果我現在這個 我不用加哪個工作表 那如果是別的工作表 你就加一個 Shits 刮壺 那一個 工作表的名稱 點 Range 所以喔 我們後面請 加上什麼 這邊在哪邊加 記得喔 在 這個地方加 因為我要輸出的嘛 我要把這個公式輸出到 這一個 這個是儲存格的前面加一個 序子 所以喔 記得喔 這個儲存格 是在 這邊嘛 所以加一個序子 S SHEET 就是加S Shits 工作表 刮壺 哪一個呢 你跟他講說 這是查詢名單喔 在查詢名單那一個 所以就打一個 查詢名單 那一個 然後刮壺 再加一個點 點的意思就是 在那個工作表裡面的 那個儲存格 幫我把公式丟進去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可能慢慢習慣一下 那當然一般我們前面還沒有講到那個跨工作表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在同一個工作所以沒這個問題 但現在這個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假如說我現在把這邊先delete掉 那如果我現在從這邊執行他 從這邊執行 剛剛我已經刪掉了我看 會不會有刪 有沒有就丟過來 沒有問題 所以跨工作表這個一定要加 這個哪一個工作表 的哪一個儲存格 OK 所以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假如我們已經把這邊都丟過來了 那再來如果 我們要篩選 那剛剛是郵標放在這邊 然後資料裡面的篩選 然後把什麼 把0的部分 把1的部分留下來 這個動作 如果我要把它寫成VBA的話 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首先的話 一樣 你要先跟他講範圍 所以一樣這邊 如果我剛剛的動作 寫VBA的話 其實只要寫一行 叫range 刮虎 跟他講範圍 範圍在哪裡呢 記得要包含上面的欄位名稱 A1 冒號 到B的哪一個呢 應該是B1000 我們到1000吧 OK 然後呢 A1到 B1000 點下去 篩選的話特別注意喔 他的方法名稱叫 Auto Filter 所以你打個A 再打個U 他會出現 在哪裡 第三個有沒有發現 叫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就等同於 你剛剛按下那個篩選 的動作 我這邊按空白鍵 空白鍵你會發現 他就會跳出後面一大串 相關的參數名稱 第一個的話 他會跳一個黑色的 黑色的話 上面叫什麼 Field Field的意思就是說 請問一下 你要查哪一欄 那我要查哪一欄 我要查的是第一欄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我就輸入1 Field的只接受數字 你不能給A A不行 他只能接受1 第幾欄的意思 我要查第一欄喔 逗點 第二個問題是說 那你的條件是什麼啊 我的條件在哪裡 我的條件在 應該是 這邊吧 應該是 B 2的位置 那 特別注意喔 這個範圍裡面 跟正一下 我意思說 我 跟正一下 這個應該是查第二欄才對啦 我 更正一下 應該是查什麼 查第二欄 裡面是1的 所以逗點 後面的話 條件是什麼 幫我把1的部分留下來 有沒有 所以 第二個條件是 我要查 留下來的資料 1 OK 那這樣的話 如果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留下什麼 這一行執行 他就把1的部分留下來 0的部分去掉 所以喔 這個地方 我再講一招 空一格有沒有 Field指的是要查哪一欄 要查第二欄 逗點 查什麼 查那個數字是1的 OK 就這樣啦 那 後面還有很多條件 後面還有什麼逗點 什麼是and還是over 可是我們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不用 所以只要給兩個條件 就可以了 然後呢 Enter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那我要怎麼樣把什麼 把我查到的資料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邊的A1 這個又牽涉到一個問題 跨工作表 那我們先把那個 Copy部分把它寫出來 Copy怎麼call 首先的話呢 我把剛剛的這個範圍 一樣喔 把它複製過來 複製之後的話呢 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那個 A1 把它改成A2 為什麼把它改A2 因為我上面的那個 這個查詢名單 這四個字 裡面的資料 我不要 我要從A2開始幫我複製 然後呢 這個B欄的這個B 請你把它改成A就好 為什麼我不要B 因為我這邊的這個數字我不要call啊 也就是我只要call的範圍是什麼 我要call的是這邊就好了啦 其他的不用啦 那查的話一定是查A跟B喔 OK所以這個地方範圍 不太一樣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後面你就加一個點Copy Copy Copy意思說我要call到哪裡 Copy Copy到 這個A1的儲存格 所以在這裡的A1儲存格 所以呢 我們後面的話呢 直接把它輸入一個名稱叫做Range Copy到Range的A1就可以了 然後後括弧 不過這樣還沒寫完喔 這樣的話呢 你還是要考慮到一點 將來 我們的按鈕是在這邊 所以呢 我們有些地方假如說 不是在這個工作表的 前面都要跟他講 是在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個Range A1到B1000的話 應該是在哪裡 在這邊吧 所以記得喔 這個前面要加上什麼 Shits查詢名單點 OK這個要加 那下一個這邊的Range 也要加 然後這邊的這個Range A1要加嗎 不用吧 因為是 就是我們自己這邊的Range A1 你加了反而他跑到另外 人家那邊去 OK 好 這樣的話 跟各位講 程式 就 寫完了 大功告成 OK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那我們來跑跑看 確定說這個是OK的 所以第一步的話呢 我先怎麼樣 我先設一個中斷點 然後就先把這邊的 這邊先把它Delete掉 讓他先 不要有東西 我們先讓他跑跑看 這邊一樣 切過來 我按一下這邊按鈕 他跑了 正在跑 有沒有 跑到這邊停下來 我們切過來看一下 這邊有了 再來第二步的話呢 他就是 幫我把這邊查到 做一個查詢 查詢 所以f8 一下 他就filter了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會只留下1的 沒錯 然後再把 最重要是把 查到的 A2到A1000的資料 摳過來就好 那你會發現 因為 篩選狀態 如果假如沒有查到的 那其他 沒查到的 就是0的部分都隱藏 也就是 摳不到 會摳的話都是 摳到1 不會摳到0 這是篩選 他這個功能的用處 所以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 把要的資料摳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 摳過來的 就結束了 把這個 終於拿掉 你可以看到 裡面摳過來就只有 是1的那27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清除的話就culents 點clearcontents 就OK了 再跑一次 而且這個好處 就是時間其實 不會delay太久 也就是你會發現 1000個資料 比 20000多個資料 其實大概也才比個 1秒鐘左右吧 1 2 沒有 想像中的9 大概3秒鐘 不過至少 也還是算是快的啦 當然呢 如果你想要再 再確定說 資料量如果增加的話 會不會delay更久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什麼呢 中間 1000列 100001列這個 把它刪掉 那這樣資料量 Ctrl向下 就5000多了 那可能會跑更久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自己來試試看吧 這個可能就要跑 那就5000 其實也還好 感覺應該要跑5倍的時間 可是實際上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時間 那我寫完 那我寫完的程式碼 雲端上也有一份 在第幾頁呢 第 第二頁的地方 這一段 剛剛這一段 跟這一段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有個月貼壽 沒有 有一個月貼品 有一個月貼